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为严重的疾病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在早期的呼吸道疾病当中 发现细微的差别 然后精准用药 从而避免严重的疾病发生呢 如果是我们在家里面 居家饮食调理 有没有有效更实用的方法呢 今天为了给大家带来最权威的干货 我们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团队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中医医科的副主任 郝静 还有呼吸中心的主人医师 秦强 掌声欢迎二位 欢迎郝老师 欢迎秦老师 想问一下二位老师 这个季节是不是全年 咱们呼吸道疾病的一个 比较高发的季节 当环境发生的改变 我们人体可能最早出现反应的 就是我们呼吸吸道 所以您说的 在一定的季节 可能像冬季 我们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会更加多一些 就是门诊的患者也比较多吗 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我建议大家叫错峰出行 错峰就诊 就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门诊八点开诊 但是在八点到九点之间 往往是病人最少的时候 还有一个时间就是下午 刚刚吃过午饭 一点到两点 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专门的小夜门诊 这个时间段 可能六点到七点左右 这个人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尽量还是选择这种 人比较少的时候 一个是可以享受到 比较好的便捷的医疗服务 另外的话 减少了在医院滞留时间 减少了这种 交叉感染的风险 今年的这种 呼吸道疾病的高发 它跟往年对比的话 它的特点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 如果是客观地讲 就是一些混合感染 比以往是多见的 这是今年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比方说我们这一次 就我这个小朋友生命了 去医院检测 我测出一个植原体感染来 但它这一次生命不一定 全都是植原体感染导致的 有可能它在这之前 它已经合并一些病毒感染 或者是因为它感染植原体以后 接下来几天内 它因为环境的原因 或家庭成员之间 回乡交叉感染 它又感染了新的病毒 所以有的时候感觉 我这为什么高烧不退 为什么这好几天了 怎么还在加重 有的时候 不要只纠结于某一项检查 真的建议各位家长们 生命以后去找专业的机构 用我们临床的方法来评估 我这次生命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说如果是 今年的呼吸道感染 它跟往年 或者是历史上的 这个呼吸道感染对比的话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呼吸道的敌人有很多 以前不同的敌人 它是一波一波来的 现在是不同的 呼吸道的敌人 他们是一起来的 对 有可能是一个混合感染 今年给往年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应对上 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误区 人体感染以后 肯定会产生一个 我们自身的免疫反应 这个叫炎症反应 感染以后要评估 这个炎症反应的强弱 如果炎症反应过强 往往提示 你可能感染的 不是一种病原体 这个炎症指标不是很高 那我即使测出 多种病原体来 也不用太担心 还是我们常规治疗就可以 怎么判断炎症水平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大家查到 血肠规里头 有一个叫C反应蛋白 叫CRP 这个如果是明显升高的话 即使我感觉 它是像一个病毒性的感染 或像一个支援体的感染 但是这个CRP 如果明显升高 那我就认为 它的炎症 是有过强的那种表现 那我要找一聊 它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的 正是因为合并感染 有可能比较多发 所以甄别和对症 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因为我记得 就是我们在早期 跟儿童医院的专家 进行对脚本的时候 两位专家 都频频提到的一个词 就是误区 所以郝老师 也想问您一下 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在今年 我们应对呼吸道感染 一老一小 这个最主要的误区 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是中医医生 尤其儿童用的一些中程药 很多的是家长 自己在药店去买的 是吧 因为很多中程药 它都是那种OTC 在药店 你可以自己 不用医生的处方去购买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就会有一些误区 那么还有呢 其实中医有一个 很大的部分 就是养护 那么在这个 尤其在儿童疾病的 这个恢复期 还有它平时的日常保健中 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 也会给孩子用一些养肺 护肺 包括秋冬季节 我们经常用一些润肺的 一些这种食材 我们老说药食同源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误区 一个是用药 有可能用得不准 不够对症 所以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另外一方面 您熬个梨汤 未必熬得对 是吧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教您的 就是正确的 对症的方法 还有正确的食养的方法 既然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误区的话题 我觉得我们就从误区来入手 应对咱们今年冬天非常有特点的 有可能有合并感染的 这些上呼吸道疾病 其实早期识别一些微小的症状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准备了一组小道具 这个道具上是有空格的 我邀请一组我们现场的观众 咱们上来填填空格 咱先看看大家的知识储备 你看我们提板上 其实为大家梳理的是 三种非常常见的上呼吸道的疾病 一类是支援体肺炎 然后还有流感 还有普通的感冒 它们在主要症状上 我们应该如何区别呢 支援提板 普通的 秦老师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我也不太确定 这个答案对不对 因为我的小孩 确实这几个都得过 每一次得的时候 我也分不太清楚 到底哪个属于哪个 所以每一次我就是 稍微一丢点症状的 我判断不好的时候 就会赶紧去儿童医院了 这些妈妈肯定是一个 非常听话的好妈妈 她治疗都选对了 把医生的这个诊断 全记住了是吧 对 诊断都每天 对着诊断书用药的时候 可能就记在脑子里了 治疗全选对了 但是症状没有一个都选对 其实也不容易 您刚才为什么说我笑呢 就是因为我三个症状 全选错的机会 也不是很难 我们先给他送点掌声吧 至少如何应对 全记住了 但是到底从症状上 如何去抓细微的区别 咱们听听秦主任 是怎么说的 先去休息一下 谢谢 秦老师先更正一下 正确答案吧 先把这两个换过来 这个 支援体肺炎 这个是支援体感染到我们肺部以后 引起的一种疾病的名字 它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呼吸道的刺激性的咳嗽 然后当炎症进行到一定阶段 就会出现明显的高热 而这种高热 不是支援体本身导致的 是因为支援体 在我们七岛粘膜这儿 产生了比较明显的炎症反应 已经到达肺部了 所以这个时候 自身的炎症反应过于强烈 然后这个时候表现为 是一个高热 当然有的小孩 因为感染可能还早 或者是炎症还没有 这个炎症物质 还没有入血的时候 他早期可能有咳嗽 但他的这个发热 可以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随着病情进展 就会出现其他的 伴随全身受这种 炎症物质影响的这种症状 像什么头痛 流涕 咽痛 耳朵痛 甚至引起其他的 像心脏甚至神经系统 一些冰发症来 流感的话 早期一般都是 突然起病的一个高热 它咳嗽可以 不是特别的明显 不像支援的肺炎 那是就是刺激性的咳嗽 另外呢 这个流感的早期 往往就已经伴随 有这种乏力 肌肉 酸痛 这种全身的表现了 然后再接下来 像普通感冒 可能很多人 对感冒的理解都不一样 像肺炎 像流感 都有统一的诊断标准 感冒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 它实际上是我们叫 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统称 引起普通感冒的 很多种病原体都可以 让大家熟悉的 鼻病毒是最常见的 可能有些腺病毒 因为病原体很多种 然后它感染部 又在颈线有没有上呼吸道 所以症状腰瘍都很轻 有的时候又发热 鼻涕 鼻塞 打喷嚏 它很少引起下呼吸道 包括全身的这种炎症反应 那其实如果往下走的话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情况 就是它会有合并症的发生 像支援体肺炎 或者流感的话 早期识别 早期给药 也能把病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避免它出现后面的 这种所谓的并发症 其实剂发的损伤当中 大家提起比较多的 你看流感往下走 它也有肺炎的可能 支援体肺炎嘛 也有肺炎的问题 老百姓常说 说你别拖这病 是吧 一拖就拖成肺炎了 这个是一个 可能大家最常见的误区 其实我经常给大家解释 肺炎不是拖出来的 是可能一开始 你感染就比较重 然后自身免疫功能 有没有很好的 及时的 有效的清除病原体 可能几天以后 它的肺炎的表现 都慢慢 该表现都表现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去医院 就诊医生给你诊断了肺炎 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一个 比普通感冒要重的一种感染 只是早期可能肺炎的表现 没有完全表现出来 老百姓还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肺炎啊 就是是发烧烧出来的 所以一老一小一发烧 这全家都开始紧张了 是烧出来的吗 发热是我们人体对抗 感染的一种本能 大家先不要把发热 作为一个病因去理解它 发热的时候是提高体温 然后也让我们的免疫细胞 更加的活化 是我们人体本能的对抗 被人体感染一种方法 这个发热过高 持续时间过长 这个时候可能又会造成一些 我们其他脏器受累的这种表现 这个不是发烧本身 这个行为导致的 是因为发烧下面隐藏着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 炎症反应过度 这些东西对我们 其他脏器产生损伤 其实也是感染导致的 一系列的炎症的反应 是一个后果 就是肺炎不是烧出来的 但是发烧本身绝对是 肺炎的一个强的 我们叫警报信号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 肺炎的判断标准 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说肺炎发热咳嗽 呼吸道症状是主要的表现 但是有人说我不是医生 我怎么再去 家里也没有什么拍片的方式 我怎么判断它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看我们的呼吸频率 因为呼吸系统生命以后 影响到肺部了 那么痒会受影响 人体本能的就会提高 呼吸频率来对抗 这种缺痒的表现 这个时候世界卫生组织 它也是有一个推荐 根据呼吸频率来判断 它有没有得肺炎的可能 三个月以内 呼吸频率大于60次每分 这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信号 证明它 即使它没有发热 可能年龄很小 体温表现的不是很典型 但是呼吸频率过快 是它出现下 呼吸道感染一个很强的指症 就是呼吸频率过快 一定是你出现下呼吸道感染 一个很强的指症 第二个呢 你可以观察孩子 它有没有呼吸困难的表现 如果这个小婴儿 它出现了这种鼻翼的扇动 感觉吸气的时候 鼻子一扇一扇的 有收缩是吧 对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 锁骨上凹这儿 吸气或者呼吸的时候 出现一个凹陷 这个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它呼吸频率不是特别快的时候 它出现这种呼吸困难表现 也是我们下呼吸道寿里的 一个很强的指症 再一个呢 就可以通过观察 它的精神状态 这个小朋友精神头 跟以往明显不一样了 吃喝也受影响了 也不爱玩了 这也是一个强的信号 分辨清楚了这些症状 就是至少真别我们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 对症的一个治疗 这个吸医的诊疗的 这个对策和原则是什么 首先明确病原体 是什么东西入侵的 我要针对病原体 选择合理的 抗病原体的药物 像治元体感染 首选的叫大患内脂类药物 像大家常见的 阿奇梅素 红梅素 克拉梅素 等等的 都属于这一类的药物 大家也会看到一些 叫新型四环素类的药物 像什么多西环素 米诺环素 等等的 它们统统的 都归到一大类里头 它们从西角度讲 它们叫抑菌剂 它抑制菌的生长 流感它是一种病毒的 可能有些抗病毒药 对它有效 这个等会再说 像普通感冒来说 就更简单了 如果它没有引起 明显的发热 没有引起的炎症的反应 那我们可能一些对症治疗 包括我们一些传统的中药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无论它们分什么样的类型 它们都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嘛 然后在支援体肺炎和流感的 相应的症状上有区别 但是也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但是在用药上 却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据说这个原因 就在我们舞台的一侧 两个体板的差异当中 觉得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一样 有不一样的地儿吗 球 它上面黏的这个球不一样是吧 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粉红色的 粉色的球大一点 红色的球小一点 除了颜色跟大小的区别之外 还有其他的区别吗 我邀请这位小朋友 咱们走到台上来 仔细地瞅一瞅好不好 摸完感觉怎么样 不一样 第一个大红色的摸上去什么感觉 是软的 第二个摸的那个粉红色的呢 硬硬的 气球 是气球啊 我们看上去类似的 呼吸系统的疾病 之所以他们的用药不同 也许原因就在刚才 小朋友观察出来的这些区别上 这些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一会儿听听专家老师 是怎么说的 感谢你的参与 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 小朋友 卤花给你送健康了 这是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老人意消化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希望你和你的爸爸还有家里人 都能越吃越健康好不好 谢谢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谢谢 所以秦主任 我们用这边的阳眉和您身侧的 就是这个气球 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小朋友非常有观察力啊 准确地发现了 这个是带有一定的薄膜壁的 然后那个呢 是一个实心的 没有完整的一个细胞 病原体区分上是这样区分的 如果一个完整的细胞结构 它是有细胞壁 细胞膜 细胞质 细胞核的 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细菌 就是这样的结构 而我们支援体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电镜显示的图片 它的形状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一种 典型的细菌的结构 它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细胞壁 所以说没有这一层铠甲的话 它的形状可以不固定 而且它对一些我们常规的 作用于细胞壁的一些抗菌药物 它是抵抗的 这样的话 想要杀灭它们 它们就像这个石心的 这个小小病原体一样 它把自己皱缩起来了 然后它把自己保护起来 我们仅仅通过一个薄膜的刺激 是不能够把它杀灭的 我们要从它的核心 从它内部把它杀灭 所以这个就是几个不同的原理 像这个 像我们细胞壁 我们很多大家常见的 这个头包类的 或者青霉素类的药物 它是直接把细胞壁破坏 然后细胞没有了细胞壁的保护 它就会这么结实 它就一声胀裂 里边的物质就会散落出来 这个细胞就消亡了 就是您这一侧的气球 其实它代表的往往是 我们普通流感 所感染的一些细菌 这是普通细菌 而我身边这一侧 我们用阳眉代表的 其实是支援体菌 而它的特点就是没有细胞壁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 刺破细胞壁的方式来对抗它 对 另外的话 我们一些药物是通过 改变它内在的结构 来影响它的代谢 然后使它不能够有效地 产生它的生命活性 不能够感染给其他的人 这个就像前面我说的 我们大环内脂的药物 是一个抑菌剂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 影响它代谢的药物 使它的这个支援体的菌体 产生一些功能性的改变 最后皱缩掉 然后最后被我们免疫系统 给它彻底清除 那个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这边诊疗手段 只是降低它的破坏性 然后给我们的免疫系统 一些时间 然后等待我们的免疫系统 自然地去扑灭它们 对 所以其实一老一小 免疫力来说相对是比较弱的 我们强调的依然是 呼吸道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识别 和早期的干预 这样才能为我们自身的 免疫系统养取时间 才能打赢它们 这是我们新鲜的一个 诊疗的思路和用药的一个原则 那中医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咱们回到厂中问问郝主任 好了 如果记得开厂的时候 您就说 其实现在好多这个老百姓 尤其是爸爸妈妈家里面 有很多常备的中程药 但是这里面是有误区的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做 中医呢 我们实际上是 针对症状来治疗的 有些老年人 特别地想问 我们家孩子是风寒还是风热 把这两个对照的 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我们从寒热的角度来分析 那么寒都是这种轻的 对吧 然后呢 痰呢是那种稀的 白痰 那么热呢 那么肯定是发热是比较重的 那么其实风寒感冒 它有没有发热 它也可以有发热 但是这个时候呢 孩子肯定是怕冷的一种状态 像我们有一些 像这个季节 不管是感冒也好 像流感也好 可能很多孩子在初起的时候 都会有怕冷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 它肯定是一个风寒 我们叫它风寒洗表 那么风热呢 它的发热肯定更重 那么孩子是那种高热的状态 那么它的流鼻涕 是那种黄浊的鼻涕 那么痰往往是一种黄黏痰 而且它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嗓子疼得很明显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像流感 我们中医叫实行感冒 也叫实益感冒 那么属于瘟疫的一种 那么这个时候 它除了全身的症状重以外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嗓子疼得特别明显 我们其实临床的 这个中程药特别的多 只是选择一两种吧 相对比较常用的一些中程药 也是给家长们一个指导 面对如此之多的中程药 在对不一样的症型 不一样的症状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先让郝主任 把正确的选项 为我们明确一下 像这些可能就是大家 最容易买到的 或者是我们最容易开到的一些药物 像风寒感冒 我们像儿感青啊 像柴桂啊 柴桂这个药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像柴壶桂枝 那么尤其在这个 风寒感冒 初起阶段有发热的时候 尤其有一些怕冷的孩子 或者体质比较弱的孩子 它用起来都是比较好用的 那么像风热感冒呢 像这类的 其实就举了两个例子 感冒颗粒感冒凌糖腔 其实风热感冒的药 临床是非常多的 我们很多治疗儿童的感冒的药物 包括什么健身清洁液啊 这类的 其实都是针对这种风热感冒 那么还有像流感 那么像这种实行感冒 它其实就是清热解毒的药物 那么这类的药物 在临床像蓝芹啊 菩提兰呀 热素清 今年清热 还有咱们的莲花清温 这类的药 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都是可以选择的 那么在孩子有高热的时候 有发烧的时候 嗓子疼 可以看到舌质比较红 太白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考虑用这种 清热的药物 那么说到肺炎 其实呢 从中医来讲 它肯定就是已经 从表道入理了 那么对于肺炎来讲 就是发热 咳嗽 咳嗽的很严重 那么很多孩子一开始 他初期是咳嗽比较明显 痰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像肺热咳喘呀 这些都可以用 还有像我们儿童院的 远值性人合计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 比较熟悉的 院内之计 院内之计 在这个时候呢 都是可以选的 那么在他痰 很多的时候 黄痰呀 就是在他肺炎的 这种急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很多的药物 包括这种肺热氢呀 包括腺朱利液呀 肺力壳呀 这类的临床药物 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还有呢 其实儿童呢 我们要兼顾品味 其实在这些中药里面 它其实都有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 坚固脾胃的一些药物 那么儿童呢 其实我们讲 它容易加痰 更强调化痰 那么像我们常用的 一些王室宝赤啊 还有我们的远值性人啊 还有很多的这些 小猪药里面 它其实这个化痰的药物 都是很多的 那么夹肢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 它容易出现这种 胃肠症状 尤其是现在 咱们的生活水平 比较好的时候啊 就是孩子的营养 状况都比较好 基石 对 基质 很多孩子呢 就是在他有发烧 或者是在他这个 感染了 感冒了以后呢 家长还跟我说 说他这两天 说胃口还是很好的 吃的还是很好的 有的孩子呢 是更多的孩子 是吃多了以后 基石 然后着凉了 这种孩子是很多的 所以呢 出现这种夹肢的症状 那我们常用的 像消极止咳呀 齿鞘啊 这类的药 还有呢 就是夹精 那么儿童容易出现 他高热的时候 有的孩子会出现 那种惊觉呀 这种状态 有的孩子 比如他出现 这种肢体的抖动啊 这类的 这些都是临床 比较常见的 那么我们有一些中药 像猴枣散呀 脂宝丸这类的 都是针对这类孩子 可以应用的 其实它里面 有一些清干热的 一些药物 那么还有鼻炎 非常多 包括过敏性鼻炎 还有些急性的鼻炎 那个鼻痘炎 都很常见 那么其实这些药 往往它会有 鼻炎的这种名字 如果要是那种黄鼻涕 那我们就用这种鼻炎 什么鼻炎疏啊 鼻炎痛窍 这类的药物 那么我们还有一些 像烟扁呀 这种 它是专门针对 这种烟疼的 比如有的孩子 他发热并不是很明显 但他嗓子疼得 很明显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这类的药物 那么还有吐泻 其实这个非常经典的 就是我们的 祸相蒸气 那么像现在 如果孩子 比如他出现流感呀 他这个 有这种感冒的时候 他有胃肠症状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互相蒸气 尔中也是可以用的 我建议大家 可以拍一张照片 或者是直接截图保存 一旦遇上问题的时候 拿出来看看 然后对应的 我们就可以找到 更加合适的一个中程药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好了 还得详细地问一下您 假如说 我是风热的感冒 然后我用了 风热类感冒的一种药 然后同时孩子 他又嗓子特别疼 我是可以叠加用药的吗 一般我们不建议叠加 因为他 首先他这些药成分里面 他可能会有相同的成分 而且呢 比如说这个孩子 他发烧嗓子疼 比如我们选择 像蓝芹亚 普提兰这类的药物 我们就不用再选择 像专门治烟痛的药物了 如果说正型的药 已经用了 那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药 就不需要再叠加了 但是如果 我用的一种药 是针对肺炎的 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的药 来增强我们的脾胃 是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选择中程药 还要叠加这个西药的治疗呢 比如他感冒初起 这个孩子就是有点受风寒了 着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是有点流鼻涕 嗓子疼得也不明显 发热也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 那我可以给他选择一些中程药 在这个阶段 有一些孩子 他很快就好了 他可能几天 这个症状就缓解了 那么就像刚才 秦中原也讲到了 如果这个孩子 持续地高热不退 或咳嗽 咳痰的症状 特别严重的时候 那我一定要去医院 去查一下这个孩子 首先我确定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染 那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有 该用西药治疗 就要用西药治疗 像这些中医中药的 我来缓解症状 也可以配合着用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在我们肺炎恢复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 比如我这个 抗生素的疗程已经完了 孩子的状态也都好了 但是他老是有那么一点症状 比如精神不好 吃饭不好 老有点咳嗽 老有点痰 这个时候 我可以给他选择一些 忠诚药来治疗 明白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 一个退烧的问题 秦主任 我就特别想问了 在服用退烧药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嘱咐大家的 我们结合大评 来解读一下 退烧药的使用误区 第一个 就是退烧药 到底是按年龄给 还是按体重给 大家应该比较常见的 像对香肌酸 还有胡萝酸 这是两类 我们最常用的退烧药 对香肌酸 一般是年龄大于 三个月以上可以选用 布洛芬是年龄大于 六个月以上可以选用 三个月以内 小婴儿是没有 吸药的推荐用的 退烧药的 一般就会采取 这种物理降温的方法 年龄比较大的儿童 首选是根据 我们的体重来选药 比年龄选药 更加适合我们儿童 因为很多药物 它的作用机制 主要是抑制 我们身体产生的 过度炎症反应 那我们体重 就代表了我们体内 可能这种体液的容量 包括我们这种 炎症反应物质的 一个总量 这个比年龄选药 要更加精准 更加适合我们炎症水平 但是有些孩子 体重如果过大 一般都会有一个上限 就知道这个最大量以后呢 就不能再按照体重 继续往上 给它累加剂量了 对这也就是 跟第二个误区 其实息息相关 就是最大剂量 和最小剂量 按哪个选 我想给大家 简单说一点 就是布罗芬使用的时候呢 跟你这个小孩的 血液容量很有关系 假如这个小朋友 因为高热 或者其他原因 这个吃喝受到影响 它处在一个 缺水的状态下 这个时候 你的布罗芬的副作用 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这个就推荐大家 不要选一个 过大的剂量 最大剂量和最小剂量 其实要观察 宝宝的一个反应 对吧 对 一个是因人而异 个人体质 另外的 也要跟你这次 吃推烧药的这段时间 它的身体状态有关系 第三个误区是 如果推烧药吃完了 吐了 还需要再喂一次吗 一般有一个说法 大概如果是半小时以内 刚吃进去 马上吐掉了 可以酌情补 也可能会让你 建议补半量 但是超过半小时以后了 如果再吐了 这个就不再建议 大家继续给它补量 可能有一段时间 体温还是不稳定 可以通过一些 物理降温 其他的一些方式 给它慢慢缓解一下 一般来说 可以等四个小时以后 可以给它再次 第二次给药 这是用药应对 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 一些小高招 但其实我们知道 如果家里有宝宝或者老人 得了呼吸系统疾病 现在还有一个常用的诊疗手段 就是物化 在选择物化的时候 开始犯难了 这个物化设备特别多 秦主任 物化这个治疗非常普遍 但是其中呢 其实也有很多误区啊 作为一个呼吸科医生 特别想给大家纠正 我们选择物化肌 还有物化药 是根据我们疾病来选择的 不是我只要有了 呼吸道症状 只要有了咳嗽 都去做物化去 像我们常见的物化肌 大概分几类啊 就是有一种叫超声物化肌 原理就跟我们家用的 物化器差不多 它的特点呢 就是出污量特别大 然后呢噪音也很小 可能有的小朋友 比较容易接受 但它的缺点是 它物化以后的 微力的直径比较大 不能够到达我们的下呼吸道 假如这个小朋友 得到的是一些 细致气管炎 或者是肺炎 那我们做物化 是为了尽快地改善 它的呼吸道的炎症 尽快地把它的这些 弹一下分泌物 尽快地帮它排出去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要选物化威力 足够细的这种物化机 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呢 那个叫滤网式的 药液通过这 滤网以后呢 被做成一个 比较细的颗粒 然后到达我们 飞得深不去 也可以起到作用 它的优点就是 它的噪音比较小 但它的缺点 就是大家如果在 使用这种机器的时候 它的滤网 是要定期更换的 因为有的家长会说 我这个几年前 买了一个 放在这儿好几年了 今年孩子生病 拿出来就用 有时候效果是不好 但这个时候就是 不是越贵的越好 是吧 秦主任 而是我们要按照原理 然后选适合的 除了物化治疗之外 其实在家里面 如果是老人跟孩子 谈比较重的话 往往我们会帮助拍谈 还有手动的一些方法 但是怎么做才是正确地拍谈的方法呢 接下来我们邀请一组现场的观众 然后咱们在郝老师的指导之下 为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 欢迎二位 咱们场中请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小朋友又谈 这个时候爸爸应该怎么做呢 爸爸先拍一个 我看看爸爸怎么拍 爸爸好温柔啊 但是爸爸手好大 小朋友的背好小 是的 是的 可以了 爸爸演示了一下 爸爸演示的特别有代表性 就是很多家长都这么拍谈的 这属于无效拍谈 爸爸的手很大 爸爸的手一下就把小朋友的背呢 全都护住了 这样拍 而且非常的温柔 你爸爸拍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温柔的 那正确的应该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们首先拍谈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今年几岁了 四岁 四岁 因为三四岁的小孩 小朋友他可能在 我不知道刚才妈妈说他得过肺炎 是吧 就他得肺炎以后 他有没有咳嗽 因为很多的孩子 尤其像年龄小的孩子 他不太会咳 还有一个他不太敢咳 很多孩子他不敢咳嗽 或者他有意把那个谈就憋在里面了 其实这样呢 就是很多导致 刚才秦中文说的大白肺 就是死变 其实很多孩子是因为排谈 他排不出来 最后他就形成了这种死变 大白肺 所以就是排谈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尤其物化以后 如果谈排不出来就更麻烦 所以我们也很多的时候会教家长怎么去排谈 但是呢很多家长说我拍了 我拍了 就像刚才爸爸这种拍法 其实是无效的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好面条就吃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好吃不上胃 孩子喜欢吃老人一消化 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北京文市养生堂节目会员俱乐部 推出了慢病改善新方法专项活动 主要针对的是心脑血管疾病 关节疼痛糖尿病排毒去失等问题 叔叔阿姨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即可免费领取慢病改善的新方法和产品一套 养生堂节目会员俱乐部养生学堂开课了 叔叔阿姨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 即可免费学习我们的营养观育课程 还有体质调理课程 还有更多的养生功法 等你来参加 拍谈我们首先要注意 是孩子的这个后背 这个脊柱我们尽量不拍 正好在正中间 其实都能摸到这个脊柱尽量不拍 然后它两边都是有肩甲骨 对吧 然后后面还能摸到 硬硬的这种小肋骨 然后我们拍的时候 尽量是两侧分着拍 然后手是要扣起来一点的 不是啪啪地打孩子 刚才爸爸做得挺好的 也是扣起来的 但是爸爸的力度太小了 这样他拍下来的时候 力量是往里面走的 其实我们是在这个肩甲骨的下面 差不多一掌的 一掌的这个地方开始拍 从下往上拍 然后如果孩子的背够宽度 我们可以从外往里拍 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小 那我们就这样拍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往上拍 那么如果比如肺炎的孩子 你要特别确定这个孩子 比如他就左侧肺炎 那么我们可以单侧拍的时间 更长一点 我的家长就 能从屁股袋就开始拍了 就这样 尤其越小的孩子 拍拍拍就这样拍了 但这个尤其下面这个地方 就是他在这个肋园下面了 肋骨下缘 这个软软的 这个里面没有骨头来保护的 这个地方不要拍 大部分孩子 我们拍完以后 他会咳嗽 才是有效的 其实我们就是让孩子 主动地去咳嗽 其实你是在帮他咳 咳嗽呢 如果有的孩子 他能咳出痰来 是非常好的 他咳不出痰来也没关系 然后每次拍五分钟左右 大一点的孩子 你可以拍的时间更长一点 有很多孩子 刚起床的时候 特别容易咳嗽 就刚起床的时候 你可以拍一拍 还有他睡前拍一拍 因为他有一些下部的弹 帮助他排出来这样 他睡得可能更踏实一点 另外呢 孩子就是在他空腹的时候 尽量不拍 我们一般就是 在他吃完饭以后 饭后的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这样的时候拍 另外姿势呢 一般我们是站立可以 或者他坐着也可以 小朋友是可以坐着 如果要是有一些孩子 比较重的 他侧卧也可以 但是尽量让他 就是上升是这种直立状态 我们希望宝宝健康 但是如果他中招的话 正确的方法得用起来了 感谢您的参与 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这位先生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5S压炸花生油 去除黄缺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扩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 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我们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谢谢 谢谢 除了正确的拍弹手法 很重要之外 今天郝主任还带来了几个 有助于咱们缓解咳嗽 和呼吸道症状的 相应的穴位 到底怎么按摩合适呢 我们也有请一组现场观众 咱们上台体验一下 来 我们掌声欢迎 这对母子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那个外职的方法 对 尤其对呼吸道疾病 对这个消化道疾病 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的 缓解孩子咳嗽咳痰的症状 那么我们有几个 很经典的穴位 一个就是可能 很多家长都已经知道 我们就是在这个胸骨上窝 这个地方 就有个天突穴 这有个天突穴 那么 其实这个下面就是胸骨了 那么在胸骨呢 它两个小乳头中间的 这个位置 有个蛋中穴 一条直线 一条直线 比如它老觉得嗓子 有口痰 咳不出来 还有的孩子老坑坑坑 老清嗓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孩子揉按这个位置 一个揉按 另外还可以呢 就是拿手指来推 就从这样给它推 可以这样推 实际上呢 就是帮助它排弹 这是前面 那么后面呢 还有像我们的肺书穴 其实肺书呢 基本在这个肩胛骨的边缘 像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我们的隔书 隔书其实在最下面这个位置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是沿着这个 肩胛骨的这个圆 这个外圆 这个下圆 都是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肺经的相关的穴位 都在这个位置 教家长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就是沿着它这个 整个肩胛骨的这个外圆 这样做 这就是往下走的 对 就正好捋着它这个 它这有个圆吗 正好捋着这个圆这样做 这个时候孩子最好是趴着 是先给孩子 稍微抹一点点精油啊 或者抹一点点润肤霜 这要让它更舒服一点 就有一些家长 如果会捏肌的话 也可以捏肌 对呢 这可以看到就像一个个子 就像一个个子 能够让它的这个 改善它肺部的一个循环 来帮助它排弹啊 然后宽胸啊 理气啊 它有这样的作用 前面就是中轴线嘛 但中穴往上 一直到锁骨下 咱们先给它捋上 是的 然后后面两个锁骨八字 先给它往下捋一捋 然后沿着咱们的脊柱 两侧再给它捋一捋 实际上就是写个个字 对 谢谢我们的小朋友 也谢谢你漂亮的妈妈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谢谢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去酶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弟弟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养生堂节目会员俱乐部 养生学堂开课了 叔叔阿姨赶紧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 即可免费学习 我们的营养管理课程 还有体质调理课程 还有更多的养生功法 等你来参加 除了以上的这些方法 包括正确的排檀呀 学位的刺激呀 正确的中西医的用药之外 其实开场的时候 郝主任就说了 食疗很重要 冬季嘛 很多人都在居家扬生啊 您在家里面 润肺脂壳的选择 是哪一种食材 您是怎么做的呢 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 真正有效且实用的食疗方 又是什么呢 咱们先邀请一组 现场的观众上台来选择一下 欢迎你们 主要是梨 橘子和穿背 也就是从网络上找的小视频 应该怎么润肺脂壳 一般就是煮梨水里面加穿背 会加一点冰糖 或者是蒸橘子 妈妈那个做得特别好 很多家长呢 都是从各种的那个网络平台学的 但是确实有一些方法呢 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孩子 像刚才妈妈说的这个穿背 蒸离确实对这个就是这种咳嗽啊 咳痰比如说痰特别粘稠的时候 不好咳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些帮助的 但是呢孩子用的时候要注意 尤其在这种肺炎以后的这种咳嗽 感染后咳嗽 在它痰特别黄 痰特别多的时候 穿背蒸离其实是不合适的 因为它里面含糖分比较高 尤其加这种蜂蜜啊 加这种冰糖 冰糖还是砂糖还是蜂蜜 就这类的含糖类特别高的 其实是不太适合的 但是呢我们里水呢 对于这类的孩子 其实也有合适的 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 感谢您的参与 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和瑞达神经酸 高含量神经酸 富含八种养氧元素 美国原装进口 是养生糖 特别推荐的神经酸 适合中老年人 保持年轻态 和瑞达神经酸 祝您脑健康 人年轻 希望您和宝宝 都越来越健康 谢谢 谢谢 咱们先去休息一下 组合和搭配很重要 今天我们就让 郝老师给我们带来 三个好的组合和搭配 可以润肺止咳的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适合什么样的 具体的人群 刚才那位妈妈 说到这个梨汤呢 我们现在就 说一下这个梨汤 其实从中医来讲呢 它有很好的 这个清肺啊 润肺啊 另外它还有一个作用 它可以利尿通便 是吧 对 它可以清胃肠热 也清肺热 那么川贝 蒸梨什么时候 比较合适呢 这是酒壳的 时间比较长的 老是不好 老有点痰 尤其就是 其实川贝蒸梨 更适合老年人 川贝它偏润 其实儿童呢 更重要的是 要清肺 宣肺来化痰 老年人更多的是 养肺和润肺 那么就在孩子 比如说他在肺炎 有高热的时候 然后咳嗽 咳痰 黄痰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食疗的一个方子 除了梨以外 当然各种梨都可以 这个雪梨可能更好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大家认识吗 这个是炉根 这个是干炉根 然后到了夏天 可能会有鲜炉根 炉根其实很好地 有清肺热 清胃热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炉根 跟梨一起煮 而且炉根它也很清香的 它没有特殊的味道 孩子也很容易接受的 炉根一般我们 9到10克左右就可以 梨一般就一个梨一起煮 一般来讲 因为梨本身也是甜的 这个梨汤 它是有淡淡的甜味的 我觉得甜度就可以了 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群 什么样的症状 这个就是孩子在肺炎 高热发热的时候 或者是他热刚刚退 但是痰还是很黄 痰很多 这个时候就可以喝 就帮助他清肺化痰 煮多差时间合适 就是这个水开了 差不多10到15分钟 炉根里水煮上 10到15分钟的一个时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经典的选择 就是橘子 这个怎么做 才能发挥更好的 润肺的功效 或者是止咳的功效呢 那么橘子呢 其实它全身都是宝 它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 陈皮 这个是陈皮 那么这个实际上 是干了的橘子 当然了 这个严格讲我们陈皮 并不是我们这种 普通的橘子的皮 但是呢 它其实有类似成分 它其实就是一个 锂气化痰的这么一个中药 但是这个陈皮呢 说实话它很不好喝 如果它要泡水的话 估计小朋友们都接受不了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 把这个跟食材能够结合呢 就是现在 我手里的这个小橘子 那么我们把它烤一下 我把它橘皮烤干了 其实就类似陈皮的效果 烤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呢 用这样的金属的叉子 如果用筷子的话 很容易把筷子点着 熬了 要吃这个橘肉 那我烤完了 我不可能吃这烤糊的橘皮 因为刚才我们说 比方说话坛呀 然后礼器呀 这是陈皮的功效 是皮的功效 但是我们推荐的这个食料方 它是烤橘子 烤的是橘子皮 吃的是橘子 对 烤橘子实际上在烤制的过程中 它里面的这些物质会吸出来 然后它就会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以后 它就会到这个果肉里面 所以我们把它充分地 给它烤好了以后 烤焦了以后 这个皮我们就可以把它弃掉 然后我们吃这个橘子 具体适合的是什么样的症状 或者有禁忌吗 烤那肯定就是有火在里面 其实中药的很多庞制方法 跟它最后应用是有关系的 那么橘子本身 它也是偏温的 对 橘皮本身也是偏温的 那么我在经过烤制 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温性的东西 是的 对吧 所以它更适合寒性的咳嗽 热咳热相特明显 又上火了 对 如果大黄痰 这个时候孩子大黄痰 他发热很明显 大黄痰的时候 烤橘子是不太适合的 要烤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就可以包着吃了 应该是把它整个都烤焦了 基本上烤到这个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 是烤到焦糊的状态 它其实里面还有一层呢 是这个东西 菊落 这个是菊落 那么其实它 我把这个皮接掉以后 它的菊落也在 还附在这个果肉上面 菊落也是很好的 理气化坛的 所以橘子它都是宝 韩可应用我们的烤橘子 味道又好 功效又好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理气 化坛 润肺的 一老一小都合适 接下来还有一个经典之选 橙子呢 其实它也是 我们刚才也讲到 其实起效的是橙子的皮 橙子的皮跟橘子的皮呢 当然严格讲 它还是有些差别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 食料的一个食材来说 其实它跟橘子皮差不多 它里面的有效成分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它的药用价值也是差不多 那么它不同的是 在果肉上面 其实橙子的这个果肉 相对它更偏寒一点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它更偏寒一点 那么我们橙子一般呢 我们是 我们说的要盐蒸橙子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蒸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想 我烤是拿火来烤 对吧 蒸虽然也是有火参入 但是它是有水的 它是有水在里面的 所以呢 这个盐蒸橙子 清热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因为有一些孩子 渴的时间相对长一点 它黄炭还是比较明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吃盐蒸橙子 所以这是它跟烤橘子的区别 就是烤橘子 这个全程有火呀 含凉型的更合适 而我们的盐蒸橙子 相对来说呢 它会偏凉一点 有热性的用它更合适 但是盐蒸橙子 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什么样的组合和搭配 才能更好地发挥 这个食疗方 可以帮助我们 止咳润飞的功效呢 这个答案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 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 卤花养生厨房 说到吃橙子 那直接扒开吃不就得了吗 这样多过瘾啊 听说要加一步 这步有多重要吗 老师 那就是盐蒸橙子 大厨大厨说 怎么做好这道菜 也是有技巧的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个橙子 把上边的顶部呢 给它切掉 大概是在橙子的 五分之一的地方 其实呢我们不是 简单撒上研究完事了 我们要准备一个叉子 叉子呢给它扎一扎 你看它为什么扎一扎呢 第一能够让我们的汁 能够很好的释放出来 二的话呢 我们在撒盐的时候 这个盐入味就比较均匀了 扎好以后呢 我们上边呢 一般的情况下 一个橙子呢 撒两到三克的盐就可以了 撒上去以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扎一扎 通过这个扎以后呢 能够盐更好的渗透到 我们橙子的内部 从而做到味道比较均匀 入口比较纯美 扎好以后呢 你看把那个盖 再给它盖上 再扎几个牙签 这样的味道 全都锁在橙子里边了 放到一个盘子上边 我们直接放蒸锅去蒸就可以了 保持中大火 蒸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盐蒸橙子 我觉得最关键一步 应该就是撒盐吧 为什么撒盐啊 那它其实形成了一个 天然的电解之水 还有丰富的水分呀 糖还有盐 在我们上呼吸道感染期间呢 有些人可能会伴有 食欲下降呀 胃肠道功能减弱呀 以及大量出汗 所以说呢 这样一个盐蒸橙子 可以给我们提供 一个很好的天然的电解之水 第二个呢 因为它蒸了一下啊 对于这个冬天非常寒冷 可能很多人呀 吃凉的水果以后呢 会觉得肠胃不是特别的舒服 那我们蒸着吃以后呢 对我们的肠胃负担会小一些 而且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温热地吃 会对我们的喉嚨 觉得会更舒服 第三个呢 橙子里面 还有一种叫橙皮肝 是一种植物 化学物 能够起到像抗氧化 提高免疫 而且这个花核果呀 能给我们体内的一些成分 结合 起到保护我们肺部的一个功能 这个盐蒸橙子呢 是癌童医院的一个小妙招 那在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家也会经常食用一类食材 那就是各种萝卜 但是为什么要用 各种各样的萝卜呢 是这样啊 因为不同的萝卜呢 它起到作用是不一样的 起到一清一户的一个作用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户是什么呢 胡萝卜素 顾名思雅 这个胡萝卜素呢 像在胡萝卜中含量 是比较丰富的 它在我们体内呢 就能够起到像保护修复 呼吸道粘膜 以及提高免疫的一个作用 至于一清是什么呢 一会再给大家解枪 那其他的萝卜有什么好处呢 这一清又是什么呢 那说到各种各样的萝卜 确实这萝卜有时候 会有一点异味 怎么能好吃 得交给咱们贾大厨了 那今天呢 贾大厨交大家一个小妙招 就需要一碗普通的水 看似普通 但是它内有乾坤 用这个水呢 就能够很好的 能够轻松地去掉 萝卜里边的辛辣味 入口以后还特别地清甜 今天呢 我们会用各种萝卜 招您做一道 非常简单的美食 玫瑰萝卜卷 首先呢 我们先炒一下香菇 锅烧热以后呢 我们倒入少许的油 现在呢 炒香菇啊 我们放的油啊 是我们养生堂推荐的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旭美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融后国家科技进步奖 所以这个油呢 大家可以放心来用 而且无论是爆香啊 还是炒菜啊 这个花生的香味 都可以让这个菜更美味 好 大概炒到什么程度呢 炒到这个香菇 微微变焦黄了就可以了 表皮微微变黄了 我们给它关火 倒入我们拌好的肉馅当中 这肉馅里边呢 调味很简单 就是放了点盐 放点胡椒粉 为了让它增香 能够压住优雀的腥味 我们来点料酒 现在倒入的自然香料酒 它是以陈年黄酒为酒机 配以18种原产地的香辛料 酿造而成 所以它去腥啊 增香的效果特别的好 我们炒菜的时候 或者调馅的时候 都应该放上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萝卜 这里是青萝卜 白萝卜 胡萝卜 他们家里边有削皮刀的 就是削皮刀就要省事了 因为它比较薄 也比较均匀 直接一削 也省事了 像我这种刀工不好的 可喜欢这种方式 二一个呢 我们在卷的时候呢 好卷 削好以后呢 它圆比较大 是吧 它卷的时候呢 不好方便操作 是的 所以我们从桌圈呢 给它切上一刀 所有萝卜我们切好以后呢 这个普通的这个水 就要登上场了 如果我们单独盐的话 虽然它怎么样 能够去除它的异味了 但是呢 它的清甜味出不来 那么我们如果要加白醋 跟糖的话呢 它有清甜味了 但是它的异味去不掉 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边水啊 既不加盐 也不加白醋 也不加糖 加的是什么 小苏打 小苏打 小苏打呢 能够很好的 能够去除萝卜当中 那种辛辣味 还能够激发出 萝卜的清甜 原来是这样 像是这些水 放多少小苏打合适呢 你看这个 我们大概有200克的水 放上一克的小苏打 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把萝卜 直接放到里边 浸泡30分钟 我们捞出来就可以用了 泡好以后呢 我们捞出来 用手呢 给它挤干水分 下面呢 就看看 如何把这个普通的萝卜片 做成玫瑰花的形状来 我们先把小个的放在前面 因为它好卷 叠着这样 叠着卷 这边呢 再放上两片的白萝卜 一定是一片压一片的 您放在这个片数有讲究吗 是三片胡萝卜 两片白萝卜 两片绿萝卜 绿萝卜 因为胡萝卜比较小 所以我们多放一片 这个拌好的肉馅呢 我们直接地 均匀地 铺在这个萝卜上边 卷的事也很简单 你看 我们 你看它是 一片压一片的 先卷花心 先卷花心 你看 一点点往前推着卷 这么简单 好漂亮 你看 接下来呢 我们把剩个萝卜 给它全通卷通卷就可以了 剪的过程当中 我们问一下 刚才您提到了 一清一户嘛 这一清的营养素是什么呢 这个一清呢 就是戒子油 启动一定的 异菌的作用 所以说叫一清 一清 记住这个名字啊 叫戒子油 那么 哪种萝卜里的戒子油 含量相对比较高呢 我们慢慢来揭晓了 养生厨房 设立俱乐部了 想要四高调理 体质调理 营养调理 食谱的叔叔阿姨 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 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找养生辅导员 免费领取吧 这个时候 玫瑰萝卜卷都好了 这边的橙子呢 也蒸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它上过去蒸一蒸 好 来 我们看看橙子 橙香四溢啊 是 好 可以拿出来先晾着 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橙子取出来以后呢 我们直接把我们做好的 萝卜卷放进里边 我们盖上盖 大火蒸十分钟就可以 这边呢 我们蒸着萝卜茄 下边呢 我们给它赋予一个 有灵魂鲜美的酱汁 来 我们锅中倒入少许的油 油热以后呢 我们来点青红椒粒 给它炒香 亚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化生油 去除黄薰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炒香以后呢 我们来点番茄沙丝 或者番茄酱都行 把这个番茄沙丝炒出 颜色更红润一点 加入开水 一般情况下 要煮3到5分钟 现在锅里煮着 那接下来 我们来接下来答案吧 刚才说了 一清呢就是芥子油 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好 尤其保护我们的呼吸道 但是什么萝卜 哪一款萝卜 含芥子油的 这个量比较多呢 含芥子油多的萝卜 是哪一款 不管是白萝卜 还是青萝卜呢 还有芥子油干的 含量都差不多 所以白萝卜 青萝卜 您根据自己的口味 可以选择起来了 我们也勾上点水淀粉 让芥汁更饱满一些 这个时候芥汁熬好了 我们那个萝卜茄 也蒸好了 蒸好以后 我们摆上盘 把那个我们熬好的 浓郁的酱汁 淋在上面就可以 今天的 和好呼吸道的小妙招 真的都非常不错 比如说呢 像这个盐生橙子 咸 甜 酸 香 非常的多汁 还有再加上这个萝卜 颜值超高 还非常的清爽可口 在这个冬天 要想保护好 自己的呼吸道 可以用这两个 颜值超高又美味的 秒招吧